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三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昨天剛打完風 已經有朋友問星期五會否再打風 詳情等會跟大家說 我們先看看今天的天氣情況 提醒大家強烈貴后風訊號現在正在生效 如果我們看看本港風力分佈方面 離岸地區的風勢初時仍然是比較大 提醒大家海面會有大浪 所以要注意潛在的危險 天氣方面從雷辣陶在就可以見到 今天本港仍然會受到不少雨區的影響 出門口的時候就記得戴上霸傘 從大範圍的衛星群頭就可以見到 熱帶氣旋沙利加已經在減弱 兼斜橫過北部灣 不過另一方面在菲律賓東邊的海域 可以見到一個結構相當完整的雲團 這個就是超強颱風海馬 它的風雁是清晰可見 我們預計海馬今天會移向呂宋的北部 如果根據預測的路徑可以見到 海馬會在明天即是星期四進入南海的東北部 並且在星期五為廣東沿岸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天氣 不過海馬對本港天氣的影響仍然都有些變數 這就要視乎西北太平洋的高壓制最終的強度變化 我們見到不同的餘暴模式現在仍然都有些分歧 而海馬最終在香港的東邊 而西邊登陸對香港的天氣變化有顯著的不同 大家就要密切留意著天文台最新的消息 接著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的預測會是多雲 有狂風遮雨 稍後雨水就會逐次減弱 最高的氣溫大概是27度 風格方面會吹清淨的東至東南風 初時離岸會吹強風 海面會有大浪和湧浪 指望那方面 我們預測明天會有部分時間的陽光 而星期五和星期六會有狂風大躁雨 以及湧浪 似乎今個星期都有一個風起雲湧的星期 大家就要密切留意著天文台最新的天氣消息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